新鲜鮭魚加上起司 炙燒到表皮微酥 就是知名壽司店招牌菜 但只有民眾吃到頭暈 20號晚間 一名31歲潘姓男子 在吃下鮭魚生育片後 出現頭暈跟嘔吐症狀 一分鐘前 另一名15歲蟹姓女子 在用餐時 不小心被螃蟹划傷手指 也出現頭暈情形 螃蟹身體上有帶有一些細菌 最有名的是一種海洋乎菌 那個有些刺傷做細菌 跑到你的組織細胞裡面去的時候 它會造成一種蜂窩性組織炎 回到現場 新店賣場內的壽司店 還沒開門前 衛生局就到場展開雞茶 要看食材 到底有沒有符合衛生規定 衛生局今天會派員前往雞茶了解 那現場會一直 然後我慢慢就確認 像業者包括人員 還有這些環境的衛生狀況 那後續若有確實的話 我們要抽血的性感 那未感傷就可能 我感傷害害怕 業者則回應 遭螃蟹刺傷的女學生 送醫後排除是傷口感染 造成的頭暈 至於男客人抽血檢驗後 也排除是食物中毒 會再進行食品把關 要確保類似狀況 別再發生 三選王水陳佑榮 新北報導